我們來解這個連立方程式 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是矛盾方程式 這個比這個等於這個比這個 不等於這個比這個 那我現在這個把它給乘以2 乘以2要減下來 2的4嘛,減下來這等於0 加多少?減下來這等於0 2y減2y等於0 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1,這是矛盾 所以無解 就是沒有這樣的xy能夠同時滿足這兩個方式 所以矛盾 這代表什麼呢? 兩條平行線 就沒有焦點 好,再來我們看這題 這題的話 要解連立方式我們看 我把這個除以2 把這個除以2的話 兩邊除以2 兩邊除以2以後 這是2x 加y 等於多少呢? 等於3 這個方程式跟它一樣 所以呢 這個方程式的解 就是等於這個方程式的解 那它的解 我可以例如說 我要選參數式 我就例如x等於t 那這樣y的話 那這樣y的話 就是多少呢? 就是那個 這2x移過來是2t嘛 這3減掉2t 這代表呢 一條直線 然後t 它是屬於r 我代表呢 一條直線 我這兩條直線是重點 代表一條直線 是3 4-3 5-5 5-5 5-5 5-6 5-5 5-6 6-6